回避了元旦廉假 阴雨綿綿的天氣 廉假結束開工日 儘管仍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但水氣減少 降雨趨緩 溫度也跟著回溫 那么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又会有如何的变化 我们请记者邦彦告诉大家 迎接2023第一周开工的天气 回避元旦廉假阴雨綿綿 周二上半日 尽管仍受东北季風影響 不过水气減少 降雨趨緩 气温也跟着回升 迎封面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 民众出门记得期待雨具 今天3号开始 3456大概都是一个正温的情形 然后6号下午开始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冷空气进来 所以到789温度会比较下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早晚温度其实蛮低的 早晚温度低是因为 云可能少一点点 然后有一些辐射冷却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周温度最低的 大概就在星期天早上 或是晚上的时候 云比较少 然后浮射冷却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周还是一个比较偏 东北风影响的天气 在前期 大概就在6号之前 天气不是太稳定 然后7号以后偏比较干冷 然后温度会比较下降一点点 所以这期还是 要注意保暖 然后期待雨具 到了周五 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气温下降 水气增加 周六起转干冷的多云稻晴天气形态 到了周日东北季风减弱 整体气温回升 天气稳定 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 是使流液穿着保暖 记者长方眼火灵师报导